老蔣取得了日本最先进的生化武器 生产的工厂跟设备 而取得了这样的设备 有运用到中国大陆的战场上面 对付中共吗 另外台湾的生化武器 可是结合了日本 美国 还有包含南非呢 我给各位看这个化学战史 它里面就讲到了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杜以明曾经讲 他说蒋介石空投命令叫他突围 可以释放宜种弹 什么叫做宜种弹 宜种弹 所谓甲种弹是一般的炮弹 宜种弹就是生化弹 所以也就是说带他成为宜种弹 对 但是杜以明确实是有释放 释放了以后 他有三个对于气象没有办法掌握 不然的话你会吹到自己 会毒死自己 你会毒死自己 然后第二个 你的目标因为淮海战场 他目标区域太大 他假如一炸的话 区域大 然后我又跟你 因为已经进行了肉搏战 所以没有办法释放 那最重要的呢 就是说你只能够用生化战 进行突围 但是 但是杜以明虽然释放 但是释放了以后 他也认为说没有效用 他说败局已定 所以这个生化战 是蒋介石第一次运用在战场 到了台湾以后 各位可以去看台大医院 现在靠近公园路那个地方 他有一个第二医学研究所 第二医学研究所 他是美国海军 但是他专门做什么呢 传统的生化战 但是我们也偷偷摸摸地瞒着美国人 做了很多生化战技或者化学战技 就在现在中科院 中科院它下面就有一个锁 就是专门研究这个 那这个里面 让大家比较 感到有兴趣的 其实在美台断交以后 我们的生化战技跟化学战技 受到了德国南非跟以色列的合作 所以我们有秘密在往来 秘密在交流 还有一个 请问哪一个国家 帮我们设的顶级研究室 你猜猜看 谁 南无城 法国 等一下 怎么会是法国 法国 所以就是 我们跟美国关系那么好 居然法国私底下帮我们做研究室 但是 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化战技的 制作能力受到肯定 其他国家才愿意跟我们合作 没想到 我们的生化武器的战技居然这么的好 别的国家要偷偷摸摸的 跟我们台湾合作 可是你这几天 你看到新闻 你会发现到 有一个1300年的古迹 整个城烧毁了 在哪里呢 云南的香格里拉 云南的香格里拉 这么一起火 1300年的古迹 灰飞烟灭 而且更重要的是 许多的藏传文化 全部也都烧毁在那当中 但是许多的探险家 他们在看的是什么 香格里拉真正的入口 在哪里 是 最近云南发生这个 其实真的是很可惜 因为这个独鹤中古城 它在香格里拉县 它已经有1300年的历史 非常可惜 你现在一下子 这样一个大火 把它全部都烧掉 很多古迹 我们就再也看不到 可是问题是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 根据当地人的说法 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是 真正的香格里拉所在 等一下 你说还有真的香格里拉 可是明明这个地名 不就叫香格里拉吗 这个地方是叫香格里拉县 可是实际上香格里拉 可能是我们一般凡人 永远到不了的地方 这么特别 因为你知道 在藏族他们很多经典里头 他们都有传说 这个香格里拉 到底是什么地方 目前至少在我们 人类目前所接触到的地方 看起来都不太像 为什么 第一个 香格里拉它是分成八个部分 它外面像八朵莲花一样 这样围着它的中心 它是在群山环绕在雪山里头 然后那里头有冰川 雪山 还有金矿 你知道 里头非常非常富足 全部都围绕在里头 等一下 连这里面都有金矿 对 所以神香格里拉城市里面 金银财宝全部都有了 是 全部都有 然后它的中心点叫卡巴拉 这个地方就是它的首都 你知道 然后这个地方 它里头据说它的宫殿 全部都是用钻石 黄金 珊瑚 各种各样的珠宝 把它堆积起来创造出来 所以你意思说 就在它的核心里面 这些宫殿全部都是金银珠宝 堆积起来的 那这么样一个地方 当然很多人去想往 可是问题是 香格里拉这个地方 实际上跟大家想象中 可能都不太一样 因为西藏金座里头 其实也有记载 第一个呢 它们宫殿里头的窗户 它那个天窗 其实比我们现在 哈勃望远镜还要先进 什么 天窗比哈勃望远镜还先进 你只要透过天窗 传说中 就是根据金座上记载 你透过这个天窗 你就可以看到 外星的智慧性生命 你意思说我用天窗看上去 我就可以看到外星球了 我就可以看到外星球了 而且像在里拉下面 据说有各种 四通八达的这种地下隧道 地下隧道网路 那里头走的是什么 不是罗阿玛不是人 是飞船 比如像这种飞船 它动力来源 那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但它会飞 里拉城市里面 居然是飞船的天窗 还有汽车也都在里头 不断的环绕 所以这个是一个 非常诡异的一个地方 那金座里头还特别提到 立刚你有没有看过赌胜 周星驰星爷的电影 对不对 他是不是有天眼通 这种神奇的能力 据说像里拉的区域 每一个人都有天眼通的能力 每个人都有 那岂不是他们 每个人都是神仙 对 不管你在哪里 我只要想看到 我就可以看到 它不但有天眼通 它有神族通 什么叫神族通呢 就是它可以瞬间移动到 很远很远的地方 然后可以移动到非常远 甚至据说他们还有 那种念力 就好像X战警里头 那个Professor X 它不是有那种念力 可以让很多物体移动 可以控制你的思想 你注意 对啊 你看 X战警一样 你看用它的念力 连门口的阿迪都可以控制到了 对 所以他们这个 非常非常厉害 但是这些都是传说 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这么一个神秘 又令大家想往的地方 这么多年来 几百年来 这么多人想去找它 为什么会找不到呢 这不是很奇怪吗 对啊 这地球已经被 所有人类都踏骗了 我们都卫星 把地球全部的地方都看过了 连南极北极全都走遍了 怎么没找到香格里拉呢 为什么理由非常简单 因为他们永远也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缺乏一个关键的钥匙 进香格里拉钥匙 其实香格里拉的关键钥匙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椰体 叫雪人 你的意思是说 只要能找到雪人 就有办法进到那香格里拉里面了 但是要雪人自愿带你去 如果不是他自愿的话 你没有用 你只是看到它 雪人大家都常常发现 可是看到也没有用 其实之前 有一个法国的探险家 他在西藏14年 他就一直想要去寻找 这香格里拉的路 可是他有一次就看到一个雪人 你知道他看到那个雪人怎么样吗 那个雪人他说 他看得非常清楚 他这个人眼睛大大 眼睛大大 脸上没什么表情 然后全身包发很长 然后看到他的时候 他突然是用这样 他不是用走的 他是用跳的 在地上弹跳这样 一跳跳很远 一跳跳很远 那雪人是用跳的 对 然后一跳 那个是不可思议的速度 这样弹跳离开的 所以那是不是 跟我们刚刚不是讲 香格里拉的居民是有神竹通 这是不是就跟神竹通有点像 很快的瞬间移动能力 对不对 另外这无独有我 另外在1900年的时候 印度那时候有一个报纸 也登了这样一个传闻 什么呢 当时有个英国上校 他据说他也是历尽千行万国 他认为他自己 快要找到香格里拉的入口处 可是这个时候 他突然发觉 就在对面的悬崖那边 也是有一个雪人 那个雪人头发非常长 然后也是这样瞪着他看 然后他正想过去 去找这个雪人的时候 这个雪人突然就纵身一跳 从悬崖就往下跳就不见了 等一下 雪人从这么高往下跳 然后就消失了 没事 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他完全可以克服地心引力 是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诡异的地方 那这个上校 一看到这么离谱的事情 那他也知道自己找不到入口了 他只好下山来把这个事情 告诉当地的居民 结果你知道吗 当地的居民听到说 没什么 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 怎么说 因为他们早就都知道 他们很多人都看过雪人了 对 然后也早就知道 你进入香格里拉的关键就是雪人 香格里拉究竟在哪 连二次大战的希特勒 两度派的军队去造访 那香格里拉了 不过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找到那地球的轴心 社长 什么是地球轴心 刚才韩冰在讲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其实是藏语 活教经典里面翻译成香巴拉 像巴拉 网路有人翻成沙姆巴拉 很多翻译 那北欧的神话里面 有一种讲话叫极北之地 他们共同指向说 这个地球上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香格里拉 那里面的情况 里面的情况 就人间净土 就刚才韩冰讲的 他里面有很多 像亚特兰提斯 那个高度文明的一个存在 那里面的人是叫什么人 叫亚利安人 亚利安人是我们人类 以前的一种品种 很优秀的 他们甚至有一种超人力的 一种亚利安人 那这种亚利安人 后来因为跟一般的品种混杂 混杂以后就人力慢慢消失 那这些比较纯净的亚利安人 就跑到哪里 跑到所谓的香格里拉 极北之地 那这种讲法在 北欧神话里面盛宵成上 那有一个人最相信 谁 就是二战时期的希特勒 结果是希特勒最相信 希特勒我们知道 他在1936的 1938的时候 1938 我看过他一个护官写的一个回忆录 他当时在讲说希特勒 为什么这么相信 当时在1938 其实有五个护官 有五个西藏的高僧 去拜访希特勒 希特勒当时不是把门关起来 跟这五个高僧 在西藏的高僧 在里面谈 谈完以后 后来希特勒出来交给护官 一个箱子 叫他保管好 但从此以后 希特勒就经常叫护官 把那个箱子拿到房间来 他自己关起门来 在那边研究 但他发觉说 每次希特勒把这个箱子 拿到房间以后 那个房间里面 就会有强光射出来 包括他从门缝里面 都看得到有强光射出来 你说连门缝里面 都可以看到强光射出 那表示那光线的亮度 非常的亮 很强 但他不知道这些高僧 跟希特勒讲了什么 或者说这个箱子里面 到底隐藏了什么东西 他不知道 但他觉得很奇異 后来这是1938 1939希特勒就派出两个考古 包括人类学家 包括考古队 去哪里去西藏 这边有图为证 这边是1939和1943两次 这个是当时 当时他们去西藏 他们认为香格里纳 就在西藏 所以这是考古人类 连连去西藏留下来 后面就是布达拉公 颜姐那个就布达拉公 那这边是你看 他那个人类学家 去量西藏人的所有骨骼 鼻子眼睛眉毛有多长 他们去丈量西藏人 他们就去研究 他们去研究西藏人 西藏人对 他们认为西藏人跟香格里纳 可能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关系 那他们在讲说 除了要寻找这个亚利安人 来改良日和曼民族的一个 系统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这个香巴拉 它隐藏一个什么 地球的灼心就在这边 他们认为说 这个地球的灼心 如果在这边把它颠倒的话 时光会倒流 时光会倒流 那他们就可以回到1939以前 他们不可一世的世界 可以修正以后的错误 对 就不会有以后的兵败路山 所以就是说西特勒希望 能够到地球轴心了 对 他们要去找到这个地方 除了这个地球轴心以外 其实西特勒还在找两样东西 有一样东西 他其实差一点碰到了 那就是所谓的命运之矛 命运之矛 在奥地利 我们看左边这张 这个就是命运之矛 命运之矛其实是什么 是当时我们前两天有讲到 那个耶稣最后的晚餐 他有两个 一个圣杯 一个命运之矛 命运之矛是他受难那一天 当时有一个罗马士兵 奉命说 那耶稣钉在十字架 到底死了没有 就拿了一把罗马这种枪 去刺耶稣的肋骨 那这个罗马士兵 士兵他是毒眼了 毒眼了 他去刺了又 耶稣的血溅到他身上 他确定耶稣已经死了 但是他的毒眼 因为去见到耶稣的血 所以复明 看得见了 所以他们就这样的一种流传 传说这个命运之矛 是耶稣沾了耶稣的血 圣血 圣灵之血 所以他有这种 所谓的神意在这边 希特勒非常相信这个 也就是说拿到了 就可以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了 对对对 所以希特勒当时 一直也在找 找这一个 所谓的命运之矛 另外他找一个 就是我们刚才讲 他那个最后晚餐 前面 最后晚餐 他前面不是摆一个杯子 就是他的圣杯 当时用红葡萄酒代替 后来说这个圣杯也是一样 他圣杯有一种超级 一种一种能量 他说这个圣杯里面 你即使不用装 什么圣灵之血 装水 你喝了以后 你这个人可以 长生不老 可以像不死军团一样 希特勒就是一直要打造 一个所谓的不死军团 对 跟所谓的神族战士 神族战士 所以他一直在寻找这个圣杯 但是圣杯一直到现在为止没有出现 所以现在希特勒要找了 后来都没找到 香巴拉他也路口也没找到 命运之矛也没找到 那个圣杯也没找到 所以人家讲说 他穷尽一生 到后来还是兵败如山岛 因为他这个圣物圣动都没找到 要找到了香巴拉 你就可以找到那地球的轴心 地球轴心找到 你拥有绝对的权利 但是呢 国道的轴心 现在谁拥有绝对的权利呢 徐旭东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